好,这个到了新的一年 这个,义军,我觉得你真像从村里炕上刚下来的 没有,我真祥云夺夺 怎么是村里 你又怀上了是不是 没有,怎么别打我开玩笑 我还没有恢复好 这个生理学我一直不太了解 产妇产完了之后啊 他的肚子 要有一段时间才能够收回去 对 那么在这段时间 他的肚子是什么形态呢 是就像妈妈皮一样呢 就是松他啦 这个时间也没有 特别长时间吧 就可能一两天 他慢慢就下去了 里面是,就是你想 你原来有一个孩子在里面 他那个形是那样的 慢慢慢慢地会别下去 就像气球一样 里面是气嘛 但他松了吗 比较松,对 你想想说什么 往后拉 军军啊,你打听一下 现在有新的科技 打个针就好了 一天啊 你不用把针过两天也好了 我记得就是那个时候 就英国那个凯特王妃 他胜完每次 不是他一出来 大家觉得说 怎么肚子还是鼓的 大家都问这个问题吗 就是因为他刚胜完里面 其实还是一股气在里面 没有啊 真的是两天就好了 不仅是solar 是firm 会硬 很坚硬 很结实 现在男人也是啊 我们看很多明星啊 我最近才明白这个道理 一个小孩告诉我的 诶,怎么谁 哪个明星突然要念六块肤肌 转一次 一下就有了 现在英国啊 其实不清啦 现在我们 我现在才知道 嗯 一个下午 三个钟头 啊 打针可以打肤肌肉 打两针 六块肤肌 你今天 呃 下午两点钟进去 好像我的肚皮长进去 然后打呢 我 两针呢 五点钟出来 六块肤肌 那是肿瘤吧 啊,不是,真的是很有效 那那隔多久要打一次 他应该一直要打 好像第二天早上 就消灭 所以你假如当天晚上 有重要的约会 而且很清楚 确定你会脱衣服的话 才花这个钱 也也不贵 五千英镑 哦 五千英镑 五千英镑 哎,你装环 看来你那个约会 是需要脱衣服的 对,你确定你当天 要需要脱衣服了 那你白天就去打个针 对 五千英镑 然后跟你一块上床的那个 可能也是个昨天 刚生了孩子的产妇 打两针 第二天就出来乱来 这个年代就是这样嘛 谁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都是互相欺骗 这是一个骗子 骗骗子的 没错 是大家都会让对方 悦目的年代 你应该这样来理解 或者应该这样来理解 今天大家确实 都有多种身份的年代 比如说过年 就体现出来 你看他们过微信发的啊 说这几天 这是年前发的啊 就是说 这几天 北京各大写字楼里的 Linda Mary Vivian George Michael Justin 挤上火车 陆陆续续回到铁岭 河北 河南 广西 名字又变成了 贵方 翠花 秀兰 大墙 二饼 狗蛋 这几天 北京各大部委 格子间里的 小李 小张 小王 小赵 小钱 挤上火车 陆陆续续回到家乡 名字又变成了 李处 张处 王处 赵处 他一到乡村 王局 赵局 李书记 他又是这么一种称呼 官本位的这么一种 是 我记得我那时候 刚刚开始做记者的时候 而且你想我是做国际记者 或者做编辑 根本跟国内新闻也没啥关系 我一到 就是我们的老 就是去老家的老家 因为我爸爸的老家在江苏 他们就问我说 你见过那个国家领导人吗 老外因为 你跟他们有说过话吗 我说没有 他说没有 他们真的有这种感觉 所以这个听说 这次事先有调查 被逼婚的有七成 七成以上 青年 被逼婚 先不都可以租个男女朋友回家 不是很多 这早嗷了 这早嗷了 今年聊的天是什么 要有这个大姨姑父 再逼你结婚 你就跟他说 你怎么不是二胎 就是这路子 很毒的那些长辈 我记得还有一些长辈会问 比方说你很年轻 还没结婚呢 或说你是个宅男 还没女朋友呢 他现在不会问你 怎么还没女朋友啊 什么时候结婚呢 不是 他问你 哎 涛涛 听说你最近 跟家里的狗在拍拖啊 他说 君君 听说你跟家里的 那个洋娃娃 在谈恋爱啊 让你很羞辱 让你觉得说 哎 你有点变态 你跟家里的 抱着你的洋娃娃 来 人工智能吗 这相还很正常 很黑的 他们现在 现在的长辈 因为已经不像老一辈 老一辈的长辈 顶多是威严 很凶 现在的长辈 嘴巴又擦 又刻薄 都是看 腔腔长大的 那个 就很黑啊 变得 很难应付 为什么我中华民族 眼睛总是 盯在别人身上 我觉得这是个 很根本的DNA 是吧 就是自己是不是 活得不够好啊 还是空虚啊 父母啊 社会啊 这玩意 全是看着别人 这些怎么了 这些怎么了 哎 有时候咱觉得 你老外 我就觉得 他这个 是不是相对健康一些 就是你 哦 是你的事情 对 他们心里 其实也特别想知道 对也八卦嘛 对心里 这个白爪挠心 想知道 但是不好意思问 好多时候 而且 为什么我们 那么好意思呢 咱们 咱们觉得 就是关心啊 我问你 就是我关心你啊 对吧 我觉得老外 还是会问啊 我以前去他们的 那些聚会家庭 还是互相问 可是第一个 问的语气 不是那个高高在上 就算同样是关心 不会高高在上 觉得说你应该 好像没有结婚 没有拍拖 就是你生命毁了 没有价值一样 他关心 假如你说还没啊 我现在忙着做节目 我现在忙着 还没拍拖 可是忙着生小孩等等 他会啊 真的吗 你要听你的故事 听你讲 他是真的了解 对 你要听你的故事 另外讲说 对啊 你要support 会支持你 对 他不会说 你说我30多了 还没结婚 Oh my God 他不会这样 其实这个过年呢 我觉得也是个 这个就是怀旧篇 正好有这么一个 港怂 港人 港人 港怂 调波调波 那你们当年 还管他叫北姑呢 你这怎么说呢 我们说 后来就成了叫香姑了嘛 后来就在香港 就成了香姑 现在说起来 叫什么港种啊 北姑啊 大家都知道 很offensive 很冒犯性 只有一个地方啊 我觉得很不对劲 在台湾 你在台湾看到报纸啊 我看到 觉得不可思议 有新闻 比方说有大陆的女孩 在台湾 做了什么新闻啊 犯事啊 就吃挠挠的写了 大陆妹 大陆妹 没有拍照 在夜市摆地摊 大陆妹去偷东西 我觉得现在 Oh God 真的Oh my God 就给人贴标签了嘛 对啊 然后非常冒犯 对对对 因为对 你是哪一个地方 就是说外人 这个这个标签 是罪易辨认的 对 就是他为什么 就你看人家 有的一些地方 像像在那个欧洲 什么他那个 他那个排外 他先排一个 就是不跟他 不同不同种族的 或是外来的人 首先遭到排 就是首先被排斥的 他们说就是因为 他这个地域的特征 是最明显的 你要找跟你不一样的人 去仇恨的时候 第一就是你从外头来的人 其实我觉得 人跟人的这个关系啊 真是恩怨都有 但是呢 你是 有一次我听好莱坞电影 我都下泪啊 就是说你是有选择的 你可以选择仇恨 但是呢 也可以选择感念 比如说内地人和香港人 我就说 我就挺感念 感念什么呢 当年的这个香港电视剧 深入人心 是吧 赚了我们多少眼泪 这个喜怒哀乐 所以我就想 这个怀旧啊 就是当年 他曾经你都不知道 在我们大陆的那个火劲 我跟你说 我给你放一个歌 香港人也看过 但是我认为 我作为一个大陆那一代人 一听这个声音 我好像一下子就晃神了 你可以 现在想起当年这个港剧 也真是一希望梦似曾见 新内波兰线 是广东话 是广东话 所以我刚才来香港的时候 我以为我一下能听懂广东话 因为以前这种歌你听过吗 后来跟在香港的朋友 然后去卡拉OK 我一唱他们就全校翻了 对 广东话不对 你看的港剧是什么 我看到 我 霍元甲我有印象 然后还有一个叫烈鹰的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 是刘德华演的第一部电视剧 所以你说就知道 这人什么年龄 我是看什么 霍元甲 还有这个社交英雄传 还有什么呢 有一个叫大时代 有一个叫大时代 大时代比较靠后了吧 那我都看过 那个法外情 还有什么 那个 义不容情 对 还有跟霍元甲 其实是差不多 八十年代初的时候 万水千山 总是情 你们这些小孩 我们看的是在香港 最早的上海滩 对上海滩 狂潮 就润发 狂潮 没有 因为这里面有个因素 你们透过什么管道看 那时候也没有互联网 电视 所以人家 电视台引进的播 万人空巷 没错 那个时候大陆的剧 都有几部叫经典 但是呢 绝对没有当年的这个港剧 八九十年代的时候 那风靡万千人心呢 你们当时看是什么感觉 觉得看的那个 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 怎么叫不一样 就是那个剧情啊 剧情的发展 怎么那么多落 下流卑鄙无耻 没有啊 没有下流卑鄙无耻啊 反倒你看这个郭靖 这个这是英雄情义啊 其实那个时候 大陆还没有拍什么 哥们一起这些东西 题材的东西啊 还有这个黄蓉 你知道翁美玲 对 他们都说 今天的女演员再漂亮 可是好像没有一个 像翁美玲那样 那种纯情如水 而且有灵气 对 那种那种镜头 小一的小兔牙什么的啊 我那时候上中学嘛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 玩一种贴纸 就是那种明星大头照 那个贴纸 好多是翁美玲的 我贴了好 就好多她的 后来她不是开媒气 那个自杀嘛 就好大一件新闻啊 就当时我们上中学的 每天都在谈论这个事情 因为其实你们 见证了一个什么 当然比香港少晚 我真的见证了一个 华人的影视产业的 专业化的时候 你刚说什么黄蓉 这个那个 其实是说 每个人都有他的性格 然后那个性格呢 是透过非常专业的方法 来营造出来的 打灯 化妆 服装 像我们今天看 我看的内地的电视 有时候觉得很好笑 怎么那些嘉宾 那些主持 好像随便真的穿个睡衣就出来 或者穿个运动裤就出来 到今天都觉得 有些很不专业的地方 在内地的电视台 当时香港起来嘛 当时很专业嘛 所以那么能够有力量 能够感染那么多人 我求证一下 是不是当时说 香港的电视剧 它为什么拍得那么好看 是因为很多拍电影的人 去拍电视剧 当时没有什么香港电影 但是徐克 许安华 都是拍电影 后来拍电视剧 刚倒过来 对对 应该说是倒过来 就是电影 他们在外头学的是学电影 他们学的拍电影 到香港拍电视剧 然后出来拍电影 你们绕清楚了没有 先去一下广告了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看我给你看看 我看一名人名言 说的意思 就研究港剧的人 引用的 英国作家 艾利斯说 电视是一个国家 和民族的私生活 也许现在是不是应该 改成互联网了 还是什么的 电视是一个 互联网电视 国家和民族的私生活 你再看下边一些 当年的 这家伙青葱岁月 这周圆文发 城城 再看下边上海滩 这也是霍元甲 他叫黄元生 后来好像是当和尚了 出家了 出家了 还俗了 迷雪 那时候多火 太火了 就是我看得如痴如醉 那个时候 而且重点是当时 还没整形 不流行整形 都是自然美女 是吧 对 那两个牙还没敲掉 大时代 你看这个是在香港 成了 点了这个梗子 你再往下看 丁孩呀 好吗 丁孩呀 不要怕 技术调整 不要怕 就是在网上 现在经常发来 其实你现在想想 这个香港的编剧 后来我觉得 就跟打工似的 一集一集 一边甚至是一边播 一边这么写呀 可是你现在想起来 我觉得创作力惊人 而且呢 波澜壮阔 你你今天看啊 格局 真的不小啊 你想他 他一个电视剧 咱们就看很多港剧 几三十年 可能香港社会的这个变迁 他通过小人物的这个故事 就这么 里边又有家族恩怨 是吧 这个又有这个商战传奇 太多的因素啊 其实你现在想想 很伟大的创作 因为这有一个重点啊 因为当时香港电视也好 香港电影也好 兴起的时候 在华人世界 没有规矩 九点上美国啊 Go West 往西部去 忙慌嘛 你随便做都可以 我们那时候 我以前就很想做电视编剧嘛 我们去参加过 那些训练班 我还记得老师第一堂上课就说 你们要学怎么写吗 我告诉你们 最重要的是怎么写 人家冠写 随便写 天马星空 乱写 因为根本没有规矩啊 那个年后里面一群人 也没几个是大学生 一有大学生就糟糕了 就他觉得不行 也有社会责任 不能乱说等等 随便你 然后就这样 还有我们不要忘记 好多还是抄的 当时啊 抄新加坡的电视台 很多节目 很多段子 还有翻译 当时没有互联网啊 也只少为懂英文的 后来有几个大学生进去了 有个中文大学的 刘天寺 在香港做很久的电视 他说是啊 我们拿着一些playboy杂志 读者文哉 那些笑话 段子啊 就写一些许冠文 许冠文大学生 许冠杰 所以就能够 因为当你没有规矩的时候 等于有了自由 但是创意最重要 那个时候香港 是不是还引进很多 那个外国的剧 先引进有 就有外国剧慢慢学 就而且那时候 有一个背景 就是香港的经济 真的非常的好嘛 70年代开始起飞 那个是亚洲 那个四小龙的时候 所以他那时候 电视台就一个一个接一个开嘛 然后到了80年代 那么多剧出来 就我觉得电视剧 也是一个经济实力的反应 你看他这个 里边有一个说 当时其实他有规律 他还跟好 好莱坞也学的好 叫这个三分钟 一个小高潮 十分钟一个大高潮 那个时候 大陆观众还没见过 这种结构方式 太吸引了 追着看 你比较 其实是有些招的 比如他们讲 就是好莱坞那边 出来的一种 叫最后一分钟营救法 你比如他们讲 义不容情 这个剧 第二集就出现一个 蓝杰英演的一个妈 就判死刑了 对吧 然后这个老律师 突然发现了 对他可以救他的一个证据 然后你看就是 哎呦 老律师去找法官 到法官办公室呢 发现这个法官上了电梯 老律师追到这个楼下呢 法官的电梯 已经上了12层 然后老律师跑到12层呢 法官已经出去了 然后老律师的助手 追到门口 脚还给崴了 崴了 然后最后你看 他这个设计的这种 勾着你往前看 它是有规律的 对我听说是这样 如果你最后是一个 欢喜的一个结果 如果是一个喜剧 那钱 就是最后那一分钟 之前必定是一个 特别低潮的东西 就是特别有困难的 一个情节 如果你最后是个悲剧 前面一定是一个 特别开心的 最后一分钟 是最后让他转过来 他有一套说故事的 我们说不好听 是罐头了 要做罐头 有个standard 罐头 有些罐头很好吃 当然你不会把罐头 当做补品 可是你按照有个期待 就是这种味道 光是还有拍电视剧 也是什么 工厂的制度 对啊 他电视里面做 然后一天三班 然后这样做 刚有看到一个演员 叫黄元森 对 我当过他的搭档了 这电视剧 这家伙 咱们这也是人物 没有 因为我 今天才发现 什么角色 快说 我当时喜欢 就想做电视 就去做什么 你们叫 那地叫群众演员 我们像 路人甲 路人甲 KTFA 就是这样 我还记得 七十块钱一天 可是那一天 你又从早到晚 基本上十二个钟头 就坐在电视 电视城里面 就等 路人甲 出来真的是路人甲 我还记得 我坐过 你抢打死了 还不到打死了 然后就穿个 他那个大侠男主角 比方说上海滩 叫人发走到前面 路上总要有人 上海 我就坐那种 走过旁边 从走走到右 要从右边 小背山 变成小背山 拉个车 要从右走到左 小背山路人甲 也要讲条件的 脑子我 后来 都有博士学位 当时没有 我十岁岁 被看中了 从路人甲 变成特约演员 什么意思 特约演员 就是固定是你 固定的路人甲 所以当时黄元 很有地位了 黄元山做大侠 我就演 站在他旁边 那个拿着刀的人 这种人家一飞刀 总是打断你 基本上是背景 可是是固定的背景 对 所以 应该把它找出来 没错 咱们这也是出 别三集的演员 是吧 你说 应该找出来一看 你说这个演员 我还真的是 今天我想为这个 老戏谷 唱一曲赞歌 或者叫大绿叶 喂 你看我刚才就讲 我就说这个 现在观众就是上帝 上帝之一的表现是 我在操纵看的这个行为 你看 既这个 我们曾经创造了这个 只是看了两集和一个21分钟的片花 我有份 就敢忘义狼牙榜的这个记录之后 我最近又创了一个记录 你知道吗 跳着看少帅 你知道吧 因为电脑你可以自主 你知道我就跳着看 看到张作霖炸死了 我就不看了 我跳着看什么 我就跳着看李雪剑演的张作霖 我跟你讲 真是可赞 就是说这个李雪剑呢 我一早就知道他是好演员 焦鱼录吗 那时候 对 演过什么焦鱼录 后来抗癌嘛 就是他鼻鼻咽癌之后 我老觉得这场病以后啊 我再看他呀 这个不同反响啊 比如说1942里 他演那个国民党的那个省长李培基 就那个好像我觉得有点瘦的 就剩下骨头 就脱了行了 但是呢 你在演这个 但是那种那种感觉啊 他这次演这个张作霖 你可以看看 他演出来的又是一种大开大合 就是演 真的就演张作霖 马拉巴巴拉 就是演的那种 把张作霖的这种这种啊 又又有匪气 但是又是狡猾 但是呢 又有心中很多的这个潜台词啊 我跟你说演的太好了 这个你你没看吧 没看 你可以看 就是就是他演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少帅张作霖 但是你看人家老演员都都谦虚啊 说这个最丑这个戏好不好 我是个绿叶 还是得看文章的 就文章演的这个少帅 哎呀那我要回头再看 因为我跟你相反 真的我也看那个 可是我喜欢张学霖的个人的传奇嘛 我就前面张作霖的地方都没看 我就从那个张作霖被炸死之后就看 你从张作霖的地方 对对对对 香港人看看大陆剧吗 呃看不多 就挑自己赶进去 在网上 因为哎张学霖 对不对 我们都知道跟那个老婆的 就是现在香港人都翻墙 去看大陆的电视剧 我们还用翻墙 香香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要给这个老细鼓唱赞歌啊 你再看看 就现在咱们说这些电视剧里 狼牙榜 哎你知道我觉得就是说啊 这个这个这个 这是谢玉啊 这是你看我都不我都不记得这个演员的名字 谢玉 义军啊 义军啊 你看再看下边 夏江啊 他都是剧中的名字 你看夏江啊 玄境寺夏江 人家再再再看 这个是哎 这个这个这个皇帝啊 哎皇帝演的特别 特别好演的啊 这家伙你在你在看 但是你看这个演员叫什么名字 我们都不知道 静飞 哎 这演的也是啊 你再看下边 哎呦 盐侯啊 这个盐侯叫王进松 我查了一下 当然有个同名的 北京电影学院的那个副院长 不那个 不是这个盐 王进松 那个王进松是长这个模样 你看一下 你看这是另一个王进松 这不是那个王进松 你再看下边啊 哎 这是北平无战事里的 这好看 陈宝国啊 这个老戏骨 老演员 你再看下边 这个你你打红啊 再看 这是演校长的那个 你再看 哎呦 马汉山 马汉山啊 表现力就澎湃啊 方行长啊 他叫他叫王庆祥 你看我为什么觉得 哎 这是怎么说呢 就是 你看咱说胡歌 这这这是火 演得好不好 演得好 是吧 这个静王 王凯 演得也好 对吧 但是老演员演得更好 你只要不是小孩子 你知道我现在有时候觉得替他们有点委屈 就是说 你看主角明星啊 你看你都叫胡歌 对吧 你叫王凯 叫刘烨 对吧 可是这些老演员 我们名字都记不住 我们能说出来的就是 哎 马科长 我们能说出来的就是 哎 这个这个皇帝啊 这个谁 谁谁 可是这个这个表现力啊 这是 可是我记得有个演员说过 他最希望被人记住的就是他演的那些人啊 不是他 但我想知道 为什么叫老戏骨 是不是跟年龄真的有关系 还是跟经历有关系 因为我听说就是就一个演员 他演戏怎么叫演得好呢 说演得好的人一定是他心里面 就是即便他没有在说台词的时候 他心里面在说故事 他在跟自己讲这段故事 他的脸上必定有所表现 还有说 他们说看一个演员好不好 就说这个这个导演去挑人的时候 他跟这个演员说戏 看这个演员的眼睛有没有反应 他有反应 这个人将是会 他会是一个好演员 所以我在想演得好不好 是不是这个人的 他对某些东西的体验够不够敏感 还有他判断力嘛 我说起老戏骨 我记得以前啊 在台湾有个演员啊 演那个舞台剧的啊 老戏骨 然后呢 那一次他跟导演啊 闹犯了 反正冒犯了得罪了导演 导演不爽啊 然后就给他安排那个戏 是群戏嘛 没有对白 一群人坐在那边 纳粮傍晚坐在那边 他老戏骨啊 觉得很不爽啊 没有那个 没有对白 可是演的时候呢 突然呢 他就把扇子 打蚊子 一打了一下 非常明显 就完全把